六十四,《明報》,採訪後文,2015年7月11日世紀D04編輯失手記蘇智音原本指示 需要找一間有巨型股市屏幕佩爾一班苦情的叔叔 這就可以完成攝影工作,但仗未盡如人意,A股震盪,股份停牌 我們大清早到深圳四處找尋證券交易所訪問內地股民 期望隨便一家都會遇到像大上海的交易所那般戲劇化的畫面 起了間間都指示了無人煙的辦公室 有位好心人說,現在無人會專程到交易所看股市 手機一當就一目了然,在深圳,幾乎所有股民都用手機程式查看股市行程 所以連交易所也沒有裝上大屏幕讓人查閱了 是我們太落後了嗎?在智能手機時代,什麼事都可以在股掌間起承轉合 喜怒開樂也在彈指之間完結 大時代的七月也能飛雙 大雪分飛下只能在國家手機自掃門前說 手機與人類生活與扣語緊 大媽們在家務中處理金融大事 叔叔們在奇谷中了解即時股市行程 在隨手可得的小屏幕下,會否令人更容易投入資金 久而久之,令人覺得股票投資就盡玩手機遊戲一般輕而易舉 現在大時基於人性貪婪與大喜大落後,充滿無力感 哪樣方便的彈指程序或者會令原本只想小投資的百姓 一個行差踏錯就輸光身家,大半生的努力在偏黑流走 高利勝負 評主都不打算 評判 Luk-Kol